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来到新一集的《双绢已黑》了 今天的嘉宴是Natalie Natalie Limm 你叫什么? 林紫韻 哇 名字很聆用 谢谢 還有我們今天有三千名觀眾的代表 來自澳門的阿Z Yay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要看Natalie這麼年輕 好像離身子這麼大的 她竟然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吸濕疹的情書》 其實Natalie就是長哥的音點給我 她說,Esther,你考慮一下和Natalie做訪問 我心想濕疹沒什麼感覺 但是因為阿Z的極力推介 不是,很多人都有濕疹的 另外有一位觀眾有我的朋友 她說,濕疹很多人都是受苦 她們早一集說濕疹 我說好,那就找Natalie上來聊聊天 其實濕疹是什麼回事呢? 濕疹嗎?先說一下 如果你說,剛剛你提到原來很多人有濕疹 想說,香港每五個人 其實就有一個人有濕疹 哇,20%,這樣很多 是的,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出生的小朋友 三分一至三分二都已經是有濕疹 簡單點來說,濕疹就是 你會看到有些朋友 皮膚上面紅腫了 她可能會脫皮 會流水 會局部聲響很大 或者她會起一粒粒 其實,我們都叫做濕疹 我就是一個長期濕疹的病患者 但是,很幸運,我現在已經康復了 所以,我今天才這麼幸運 可以坐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 我寫了這本書 我究竟是怎樣去康復你 那好了,據我所知 你說,你至少看過20個醫生 都不止了 而我看這本書 幫你手寫罪的人 有人說,10年看了50個醫生 都不行的 是的 是的,我們這個現場嘉賓 代表了3000名觀眾 這個Z的都說 哎,我免得看這家東西 看到已經意氣蘭珊了 那我打算是否這個類固醇 可以幫幫忙呢? 你說到類固醇呢 你說了我的故事的最精潔的位置 所有事情呢 我都因類固醇而起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的濕疹呢 10歲的時候才有 我就不是 一出生就有了 那我就說,好幸運我有10年 沒有濕疹 那謝謝 那但是呢 當我一有濕疹的時候呢 我第一種最接觸的物質呢 就是類固醇 那當時呢 類固醇在十幾年前 其實是一種很新型的藥 那當然可以吃可以查啦 那你說皮膚上面呢 就一定醫生會建議我們是查的 那我查類固醇 大謊說查了十幾年 那就是去到我14年的時候 我決意要停類固醇 我才有這一家 這家這本的著作出了來 那經歷了 也都由14年 去到16年 經歷了兩年的時間呢 我才可以洗走了類固醇 對我 那個病的影響 哦是嗎? 例如有什麼影響? 它不是 supposed 去幫你 either 減輕痛苦 或者把那個病情減輕的嗎? 呃 減輕痛苦呢 就一定有的 那你的西藥的建議 就是最重要是 它是可以很快 壓止了我們的那個病徵 那皮膚我們的濕疹的病徵就是什麼? 很辛苦的 夏天就是你一出汗 或者你冬天啊 很乾很辛苦的時候 其實就一定會癢 那第一啦 你一癢的時候 就會查這些類固醇了 那其實類固醇查完 一開始是有些作用的 有很多朋友相信都一定會查類固醇 查完之後 好像立刻由紅變回白 那些皮膚平了 但是萬一你平了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看到那個毒癮發作 它的毒癮發作的意思就是 譬如我查一個圈仔 一個銀仔 它的圈仔就不再發 但是它會由那個圈仔 側根的邊緣開始擴散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查類固醇 就是最大的一個體會 還有另外一樣就是 月茶呢 你就發覺 一開始我可能查類固醇 醫生叫我 每日查三次 每次查一個銀仔這麼大 其實是沒有用的 我月茶呢 就一天變了 由三次變了五次 跟著變了十次 跟著變了二十次 去到呢 你見到呢 其實我很喜歡穿一些西裝外套的 我是一個很斯文的女生來的 那個樣子 對啦 對啦 那我就喜歡那些衣服有袋 因為我一定要拿著一支 類固醇的藥膚包衣 隨時準備好 對啦 隨時準備好 那我譬如我見朋友 我在街上 我都是一定會 手撿一支 藥膏仔 然後就查了 那我通常查些什麼位置呢 例如眼蓋啊 這些頸啊 露得出來見人的位置 越查就變了越多 其實那個次數是頻密到嚇死人 去到最後 為什麼我決意停類固醇呢 因為原來查都已經沒有用 有種啦 又紅啦 又癢啦 整個人面目全非 那這個就是類固醇 對我的影響是很深的 那對其他人呢 是不是都是這樣 還是每個人不同 每個人的反應都可以有分別的 但是呢 我找到外國呢 其實為什麼那時候決意 其中一件事 會決意去撕掉類固醇呢 因為當我看到我皮膚越來越差 越來越紅的徵狀呢 我在外國一個網站看到 它類固醇原來查了 有其中一個副作用 就變成了 紅皮症 紅皮症呢 它英文叫做 Red Skin Syndrome 那有個外國的網站呢 其實就是 叫人去停類固醇 而去撕掉這個症狀的 因為類固醇越查 就越令到我們的皮膚越紅 越腫 越乾 越停止不了去用它 那有很多外國人的案例 其實他們自願上的網站 是發覺他們是用了 一年、兩年、三年 甚至可能七、八年的時間 是去令到自己的身體 自然去排走一些類固醇 令到自己的身體正常 那些照片是很恐怖的 所以這個也不只是我一個人 對類固醇的體會 原來很多人都是這樣 甚至就是你說 我認識了很多濕疹的朋友 自從我分享濕疹 我康復的經歷 那發現他們說 哇 齊類固醇不行的 但是香港就有很多朋友 就是可能 我們沒有外國那麼幸運 沒有一個這樣的網站 就是去分享這件事 那他們是會堅持是會查 一查又沒有用 不查又不行 那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就很多 就是很多朋友告訴我 啊 很辛苦啊 我一用類固醇我就停不了啊 那變成它是無限在一個 惡性的循環裡面 我看你這本書寫的 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寫這本書 就是因為 你某一年的聖誕 有一位患了濕疹的朋友 就是頂不住那個痛苦了 就簡直是自殺輕生 是啊 而觸發到你要寫這本書 是啊 就是說其實是 發了上來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還要上學又被人笑了 是啊 可能你也不用知道 有人過來認識你啊 或者有男生女生過來 是啊 然後跟著 很多我想 可能我內心形象的問題 是無法埋棄啊 沒有人明白啊 肉體上的痛苦啊 不夠睡啊 不可以有正常的康樂活動啊 是啊 其實加上插話也挺可憐的 簡直是 好像你這樣說 你都幫我數了 我都不用再說 四方八面的東西是圍繞著自己 是令到自己是沒有辦法好好去 就是有一個輕鬆一點的思緒 去做好一點自己日常的東西 例如讀書的時候 就是我十歲 就是我從小學開始 去到我中學 其實是我中學都經常要請假 因為一到夏天 我就是夏天嚴重型的 我知道我的朋友是冬天才嚴重一點 有些是很冬型的 是啊 有些是夏天的 有些是濕型的 有些是乾型的 乾型就好像剛剛的 剛剛這位 說了你的名字 我已經說了 是啊 我剛才說的 形容詞令我非常之坦的不安 一定要由你這個口中 非常之坦的不安 你說吧 收到你的音了 因為我本身是 冬天和很乾燥的時候是發得最厲害的 最嚴重的時候 手指的折位 是會爆炸燒烤BBQ的脆皮腸 你忘記夾出來燒到爆炸了 他們就是剛才這樣形容 就是這個 本來我有時都喜歡吃的 燒東西吃 吃火鍋都會吃一兩顆 以後都沒有什麼興趣了 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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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士腸 My goodness 即是爆濃 爆血 其實你形容得很好 因為真的到爆炸那一刻 表面那股皮是乾了 龜裂 真的是龜裂那種形容 然後 芝士腸 那些芝士爆出來就是 皮膚底會含濃 但如果含濃的話 即裡面是發了營和蛋漲 是嗎 是的 我可以展示一下 其實我書裡面 有張很嚴重的圖 可能大家反光美 如果你有這本書的話 就是這個122頁的 是的 你看到是 就是這本書 我的臉是脫光皮的 那其實脫光皮的底下 為什麼它會一直脫皮呢 因為它的皮膚其實 我那時候的皮膚其實 根深不了 因為它底下全部都是濃的 其實它全部都在發炎 不是發炎就流水 就好像它剛剛說的徵狀 我是簡直這段時間 我用的對自己最殘酷的治療方法 就是我會放血拔罐的 我放走那些膿 我不斷按 按走那些膿 因為其實那些膿是廢物 它會阻礙我的皮膚去根深 我就忍痛 按走那些膿 然後就拔罐 然後就吸收了那些血 甚至是 就是有些 就是Jelly Light的物體 那些血絲 是會走出來的 就是那時候應該說 哇 你想一下 人體 你們微思血管理的淋巴系統 其實那些管是很小很小 為什麼可以有一些 那麼大塊的阻礙物呢 這個是令我自己很欣賞的 那麼欣賞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聽你說我都覺得很慘 很痛 很 哎呀 不懂得說 整個人 我都無管動 那時候就是最痛苦的 所以為什麼有人會搞到 雖然聽起來只是皮膚病 但是都會輕生 你會不會都曾經想過一下 就是最痛苦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想法 我又沒有 其實我個人又很有趣 都堅強一下 我是 我是很堅持 應該是這樣說 堅強就沒有 就是我一定有脆弱的時候 所以你說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讓你撐下去 就是因為很支持你的媽媽 對你媽媽來說也很痛苦 是啊 看到 尤其是失診的朋友 一定會體會到 身邊的家人 尤其是家人 就是那個擔心 你是完全是入骨 你感受到 但是呢 其實每樣東西都相向了 現在從這個體會到 那就是 原來我們失診的朋友 其實已經知道 我媽媽又那麼擔心 我爸爸又那麼擔心 我的朋友又那麼關心 我都沒有康復 反而就是我呢 自己一個收藏自己的痛苦 甚至我的情況 我是最 我是 都很極端 我是 不肯承認其實我自己是痛苦的 噢 即是 裝模作樣 是的 就連痛我都不敢說 噢 恨嗎 我知道了 是這樣的了 十幾年 不用跟我說 你沒有什麼 是的 即是 不用跟我擔心 你喜歡吃什麼 可以 你們吃 對 我看著我沒有感覺 其實是麻痺的 麻醉了我自己 抑制了我的痛苦 然後 哎 因為內心就是覺得 你們都那麼痛苦 其實我只都不知道 我只能怎樣搞定我的病 尤其是當西醫 經常就說 不能斷尾的 不能斷尾的 即是我每個星期都要去見你 你又不是很帥 但是 又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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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十幾二十年前 都說要六百元一次 是的 其實現在即是一千元 如果你說看皮膚貨 所以就是 相向濕疹 我們的 我們濕疹的朋友 內心其實是 不肯讓身邊的人知道 我們很痛苦 也都不懂自己去處理 是的 而家人 身邊的朋友 其實很想關心你的朋友 可能他們是 即是 到不到位 那個切入點 那把刀 切不到位 不知道怎樣去關心你 互相大家都 沒有辦法去交流到 張果仲愛 這個也是 我在整個過程 直到現在 我最深的體會 那OK 好了 然後你做了些什麼 我知道過程都很長 由你十歲到現在 雖然你現在都很年輕 但是其實走過很多路 對嗎 對 總之你發現到 這個轉捩點在哪裏 或者你說久一點 比如說 然後你又要讀了一個 建築的Degree 回來 對 其實你都很厲害 一直生病 都還能讀書 很厲害 對 那時候 讀書也是恩賜 我真的可以這麼說 因為其實是有很多朋友 我保濕塵都讀不到 走了去讀設計 我 我很喜歡設計的人 所以 其實電足代設計 其實我們的arty和設計很接近 大家都是那種經濟 是差不多思路的人 喜歡想東西 畫東西 喜歡漂亮的東西 喜歡天馬行空 開心 喜歡看到漂亮的東西 還有喜歡設計 喜歡為別人去設計 我可以說一下 所以我從十歲開始 其實就一定就不像我本書 14年那樣爆發這麼嚴重 因為當時真的有看西醫 我媽媽其實是一個很醒目的女人 就是她在醫管局裡做 她知道類固醇 或者西藥這些 其實對於慢性病這類 那個的作用是不大 所以當時中醫 其實不是很多人接受 你很普及的時候 她已經帶我去看 西醫就是先幫我按住 中醫就是幫我按調理 就是一個快一個慢 也有茶類固醇 原本以為這個是對我來說最好的方法 因為從小到大 從十歲開始 我聽了十幾年 摸斷尾的 你下次什麼時候回來看 你吃完藥 如果按得住 那就不需要再力了 聽到永遠都是 是 想一張椅子載過去 是 但其實你很清楚明白 其實醫生你也是知道這麼多 所以我明白的 我不會怪你的 怪就怪在自己有這個病 而我也要生存的 我也要生活 所以十幾年來可以讀書 就是靠著一中一西的醫療方法 我就是茶類固醇 頂住 其實很不公平 當醫生這樣說 是這樣的了 沒得醫的了 其實是請你說清楚 是你不懂醫的 我不知道怎麼醫你 我現在暫時還未能給你一個良方 可能你繼續找 但你不可以跟別人說 沒得醫的了 是這樣的了 你頂住 這個是令人失望的一個字眼 我覺得醫生除了給別人幫人醫病之外 其實是令到那個病人繼續貼著他的哭 去找那個病的因 然後去醫 那這個才是重要的 你說了一個重點 是的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想想 其實因為在醫病的角度 譬如說 假設我們這裡有十個人 十個人都有這個濕疹 或者十個人都有雙風 雖然在自然療法 或者另類療法的說法就是 所有的病都是心病 但是導致你濕疹 可能是因為你小時候童年某件事 導致我濕疹 可能是因為我爸爸媽媽離婚 我不喜歡 然後導致他濕疹 可能是小時候經常被哥哥欺負 其實可能每個人都不同 原因或者觸發點可以不一樣 是的 那如果你觸發點不同的話 你的醫治或者根治的方法 就完全不同了 是的 可以說嗎 這個正正就是 我寫這本書 其中一個照片帶出 為什麼到最後 我就算我也是濕疹 你也是濕疹 為什麼我很堅持一直分享的東西 我真的不會跟別人說 你這樣做就這樣做 你一定可以 你試這件事 試那件事 你一定可以 我在講這些方法之前 我一定 我會講 你一定要是自己記錄自己的東西 先了解你自己的情況 先去靜低下來 檢視自己 你自己都了解你自己 然後你再用這些方法的時候 一定就是你最有信心 你最相信 而你最能夠堅持 去走下去 去做下去的一件事 所以你剛剛問我 其實有什麼這麼 critical 我去 有什麼方法 我去康復呢 其實我每次都會暫停 我說 你讓我先說 其實我究竟 什麼觸動我 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見得太多 就是 那時候我還是很嚴重的時候 我走去吉之島 我想可能買過那些攪拌機 你有沒有試過那些芫荽水 那時候很熱 我說我沒有 我也知道自己其實不需要試 因為我知道自己什麼方法 走得對 但是很多媽媽試完 有一半試完 很好 非常好 然後那個芫荽水 就由這個坊間 或者偏方 流傳到 直到西方都要報到的 但是然後 就當作是絕對的 那個方法 對 然後就去到 有一段時間 有些人要時間去驗證 過了一段時間 就有一班人就說 嘩 不行啊 我小朋友用完 好差啊 更差啊 總之我不相信啊 總之怎樣啊 好失望啊 那其實我 該死我都要說一句了 其實是不是 首先你要了解 你的小朋友 或者你自己 為何會有濕疹呢 而不是盲目去聽呢 所以其實 剛剛Essa 你講得很好 究竟我為何會觸發到 我去停了雷固醇 而去接觸自然療法 去走這條路呢 其實就是正正 都是因為關於我媽媽的 其實就是她 教我要用一個方法 叫有拔法 哦 是的 那麼 有拔法 其實我當時是很 我覺得有西醫有中醫 可以按得住 我不用煩啦 我是一個很喜歡工作的人 就是我覺得 要想我身體 很煩啊 都知道搞不定的啦 想來做什麼 可以的啦 就是你讓我知道 我生活上呢 有這些藥可以按住我呢 我就不理的了 我是直接不理的 那所以我去到就是 去讀建築的時候 尤其是就是讀建築 是就是 就是完全是日夜顛倒的一個生活 就是我可以試過有幾晚 是不睡覺去趕工程 我也是不理身體 我覺得你建築系 跟我們這個 你公設的系 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們開通宵呢 是拿來衰的 就是玩啊 玩到做不到功課 但是建築系 為什麼我這麼佩服你們呢 真的好忙的 讀建築 是忙的 因為我在CEU住過 那CEU以前的男朋友 是教建築 哇 那些學生呢 真的辛苦到死的 是戴上床 然後呢 截床呢 是在一個室室裡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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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辛苦到這樣 那anyway 那我們第一集的時間呢 又眨眼已經夠了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聊一下 什麼叫油拔法 和Natalie呢 怎樣呢 令到自己好快 OK